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James 马来西亚最近真的是两个 比较负面的东西 就让这个股票市场 整体的情绪是受到影响的 今天第一个当然是最高援手发火了 OK 今天大新闻 就是最高援手 对于这个政府 仓促废除紧急条例 相当的不满 因为他是说 按照我国的宪法 如果你要废除这个紧急条例的话 你必须要得到最高援手的一个批准 OK 这次就是所谓有一点业权的这种嫌疑 当然 现在新闻就有传出来了 就是可能政府里面 会有两个人他可能要负责 会辞职 OK 最高援手发火 这个风波在今天 然后 当然反对党的领袖 就得到最安化 他就 赶快 OK 赶快就呼吁说这个 现任首相辞职下台 当然我相信 每个国家都一样 就是反对党 他们当然希望 越乱越好嘛 对吗 这样他们的机会就更多 他们就 机会更大 可以取 取代 现任的政府 然后走马上任 OK 不奇怪 当然不止 DATO3安花 逼宫 很多 反对派的领袖 也是 纷纷 呼吁 说 谁谁谁要下台辞职 以便 要来 回应 这个元首发火 这个事情 这个风波到底会演变成怎么样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政治上的风波 又遇上 COVID-19不断的恶化 马来西亚 可以看到 马来西亚 抗疫的表现 现在排名 全球排名是在后面那边的 OK 第1名好像是挪威啦 因为挪威真的做得很不错 它的疫情 控制到很好 但是马来西亚近期 就 恶化当中 所以今天 活跃病例 179179人 又来到一个新高 然后在ICU里面 接受治疗的COVID-19的病人 今天是1043人 也是一个新高 你可以看到 特别是雪龙一带 这个医院ICU的这个病床 几乎是爆满了 然后 很多人如果要送医的话 可能你会遇到医院告诉你了 我们的床位已经满了 等等之类的一些东西 那么今天 单日确诊还是相当高 今天是17170人 OK 当然 我相信这不是高峰 因为我们还在所谓的 第三波的疫情 第四波Delta的 还没有真正来 因为其实Delta变种 还不算多 在马来西亚 我觉得在这非常时期 我们真的要做好准备 因为我们不懂 马来西亚的这个疫情 究竟会恶化到什么程度的 疫情加上政治上的不稳定 这就为什么最近 很多人都说了 我们KLCI的指数 已经跌破 200天的这个平均线 OK 就是所谓那个Dow Trend 最近你可以看到 马股的成交量 其实也是相对会比较少 这也是为什么 Busa Malaysia 最新的业绩出炉 QOQ 是回调下来的 因为交易量真的是跟去年比了 特别是去年 8月份的时候 整个市场非常的hot OK 非常 那个时候手套股了 OK 去年8月份 然后当然市场最近会 成交量总体是有所比较冷淡一点 然后全球疫情当然了 你可以看到美国来势汹汹 那个Delta 然后连美国的这个富奇 这个专家他也说 美国搞不好未来如果恶化的话 他可能一天死一个4000人 可能会历史重演 当然他是不希望 OK 美国 因为你懂了 这些美国人 他们又 不喜欢戴上口罩 然后很多SOP 也不喜欢去遵守 然后现在新闻传出来说 美国 这个疫苗的接种的速度 就放慢了下来了 所以 当然这一波Delta 很多是针对那些 还没有接种的群众 所以全球 今天当日确诊 是74万 2237 个人 全球死亡 今天是10783人 今天马股回调的一天 OK 红红的一片 KLCI也跌了2.46 所以在1512.93 下跌的counter 542个 上涨的只有326个 所以今天 基本上还是仙谷的天下 那些仙谷撑住了场面 当然 就像我之前一直在强调 就是很多仙谷 其实 那些被炒上来的 那些基本面 其实都会比较差的公司 在这段期间 就好像 这个 赌场里面的这个 游戏 一直被人家拿来玩 OK 手暴起暴跌 这些仙谷 不奇怪 当然 我觉得 很多时候 这种操作 到最后 当然是亏钱的人多了 赚钱的人 还是少部分的 EUR 今天 又飙了21.7% 他 YOY 是来了一个 转亏为盈 然后 ASB 今天 13.3% 他的 NTA 47 高过他的 股价 花台 饼干 今天 7.5% 他 YOY 是进步 276% EDARUN 34.1% 他 YOY 也是 来了 转亏为盈 好 我本身 不停做一个 选股服务 JAMS Stopic 就是每个星期 我会出一份 选股的报告 上面用这个 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 来 做选股 那来到今天 相当多的选股 回酬 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 MMSV 今天 起了7.2% 收在1.04分 最新业绩 QOQ 进步66% YOY 进步 231% 之前我选 MMSV 他的股价 52.5分 也派了股息 2分 这一年 4个多月 也是有 102% 的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一个 4年 UNISAM 今天 起了2.9% 收在8.23 他 最新业绩 YOY 是转 亏为盈 之前我选 UNISAM 他的股价 2.5 8 也派了股息 12分 这两年 两个多月 也是有 224% 的回酬 其他公司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一个 7年 PROLEXUS 今天起了半分 所在47.5分 他最新业绩 YOY 是 亏少了一些 之前我选 PROLEXUS 他的股价 B4 PROLEXUS 45.5分 也派了股息 1.3分 再加上 FREE WARRANT B 9.75分 所在 一年 11个多月 也是有 81% 的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 下一个4年 当然 还有其他 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如果你JOY 这个选股 那么每个星期 你会得到 一份这个 选股的报告 那么上面用 基本面 投资法 就是 这个方法是全球很多 大型的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然后很多 顶级的投资家 他们 那么多年在 股票市场上 非常成功 运用一个 投资股票的方法 当中 最出名的是 大师巴菲特 他 本身取得 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 全球的首富 所以这个方法 有人称之为 投资 正道 基本面 投资法 就是我会去研究 这些挂牌公司的 财报 年报 季报 来挑选出 各方面 比较强的公司 比如说 这个公司的 管理层 它的 未来 利润的潜能 这个 资产 负债表 现金流 股息 各方面 会做一个 综合的 考量 这要强调 这个 不是短期投机 的一个做法 会 suggest 至少 buy and hold 一个 两年左右的 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 全球疫情得以 一个 比较好的 控制 如果经济 能够 反弹 这些公司 未来发展 更好的话 那么其实你赚钱的机会 是相当高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 也不会低 so 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 直接的email我 或者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whatsApp号码 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我 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也是一家仙姑 然后今天 逆市 起了非常多上来 成交量是一个天量 当然这一年多了 它是非常 夸张的股价的 标升 这家公司是 Tankor Holdings Brahad OK 它的code是Tankor 中文名叫做 登高集团 今天它就标了27.3% 在21分的价位 看鬼 去年3月份 熊市 那时候 它的股价被他丢到 只有2.5分 所意味着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它的股价 从2.5分 标到 今天的21分 标了740% OK 超过7倍的 涨幅 业组 业组方面 你要知道 Tankor 已经连续 亏了11个季度 OK 这家公司连续亏了11个季度 不过它的股价一年多 飙了超过7倍 在今年 这种故事 一直在上演 可能 公司连续亏了好多个季度 可是股价一年多就翻了一个几倍上来 这就是所谓 2021年 股票里面 股市里面的一个现象 OK 就是 当然炒作的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因为这种涨幅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一个13年 把它竟然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做到了 Tankor 它的市值marketcap是3.3亿 最新业绩5月27号 YOY有进步13% 就是跟去年比 它的亏损是有所减少 把这个季度它还是亏了278万 OK So Tankor集团 它的业务 其实它本身是做property development 做产业发展的 然后它本身也有经营这个休闲中心 OK 这是它主要的一个业务的 所听到产业发展 当然你知道啦 它为什么连续亏死一个季度 我们知道疫情之下 其实做产业 当然有少数产业公司 还是表现是很表情 比方说matrix OK matrix 这家公司在property里面算是比较另类的 它的业绩还是非常的强 可是 总体而言 property板块 其实很多表现 当然会比较差 在这个时候 因为疫情嘛 对吗 然后 如果你是做物质的话 一间物质是50万 在这个时候 除非你的财务 是非常稳健的 不然我相信 很多人 不会贸贸然 这个时候 要去买物质 OK 我们来看 5月 出炉的业绩 就是3rd quarter financial的 21年 其实YOY 它的revenue 收入 反而是 走高 因为去年 它的收入是57万 本来到今年 是 86万的 当然 还是亏损 因为 86万的收入 我相信 它的开销 都超过了 86万 那肯定是亏损嘛 对吗 不过它的LBT 税前亏损 是有所减少 去年亏 320万 来到今年 它是亏了 280万 原因 它说因为YOY 他们的finance cost 利息的开支 是有所降低的 利息会降低 就是因为 我们马来西亚 OPR 隔月 利率是降低了下来 OK 利息是跌下来的 对于那些有借乱的人 当然是好 你要还的利息就减少了 所以总的来讲 这家公司Tanko 一年多飙了超过7倍 我觉得它的股价是有走快了一些 特别公司又连续亏 11个季度 在这种背景之下 虽然5月份 YOY亏损是有所减少的 那么业绩 业绩展望 8月尾来临的业绩 那么我本身会 比较有所保留 因为 我也不懂 它其实能够真正来了一个 Break even 这家公司 所以 讲的那么多 还是 Disclaimer 那4个字 就是买卖 支付 这是最重要的 OK 这4个字 买卖支付 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视频分享 暂时 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受惠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最后也要感谢大家 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